崔永元的爆料就是一出混合商战叠战警匪元素的复仇大片。 因为跟范冰冰的天价合同battle,崔永元一月成为了这几天的头号流量。 微信指数大爆发,一举冲破两亿。 要知道前几天流量被桃渊明支配的时候,菊姐的热度也不过刚破千万而已。 跟流量明星在粉圈内的质霸比起来,崔永元覆盖的绝对是横跨年龄段的国民赌。 从2002年她离开实话实话起,这可能是她时隔一六年的再度爆红。 从上个月底到今天,崔永元的这场以一滴白的战斗,已经开始进入了连续剧模式,涉及到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说起来,范冰冰冰应该是这出戏里最倒霉的一个。 崔永元一开始在微博炮轰天价合同的时候,只是想打击一下影视圈乱象,其实是没想着要曝光她的。 。 但是因为修图轰体使用不熟练,没有把范冰冰的名字给扶掉,导致真主曝光。 对于这个误伤,她是有点抱歉的。 不过当她看到范冰冰这条拍摄手机2很开心的微博时 她彻底炸猫了 她认为范冰冰拍摄这种恶意影射别人的电影 不以为持繁语为荣是应该被教训一下的 于是乎就有了后面那个引人联想的4天6千万的阴阳合同 而范冰冰就这样也被崔永远影射了一回 虽然事后崔否认了自己删除的大小合同是范冰冰的 但因为牵扯到了税务问题 范冰冰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并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有人diss他 说曝光内部合同 算是公报私仇 而他则毫不犹豫地认领了这个基督山伯爵的角色 还清处地表明这次的所作所为跟社会责任的关系不大 主要目的就是报仇 你甚至读得出一点玉石剧焚的感情色彩 有意思的是 在税务局出动的当天 崔永远爆料范冰冰亲自给他打电话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的委屈 虽然很明显并不相信范的说辞 但崔也为自己的莽撞向对方表示了歉意 不过崔永远似乎并没有轻易放过范冰冰的意思 虽然否认了之前色贴六千万阴阳和用事范冰冰的 但却进一步爆料自己依然掌握住范冰冰另一份六千万的合同 只是这份合同范冰冰本人表示并不知情 到底是隐瞒不报还是被人利用 崔永远认为这值得好好查查 对于范冰冰的示弱 崔永远的这番安慰表面上是鼓励他身正不派影子鞋 但自立行间流淌着的看好戏内涵则是不言自明的 你瞧 他还公开向有关部门喊话 表示自己能够提供线索和证据 祝他们一臂之力 事实也如其所愿 现在他就正在与主管部门协调 确定怎么见面 再拿见面以及如何取证等细节问题 是的 这一出复仇片已经开始向商战片转变了 而这一个不经意的提醒 又给他染上了叠战片的色彩让范冰冰睡不好绝 崔永远有100种方法 崔永远的复仇带来的战果不可小区 阴阳合同的曝光直接到GA古影视 故一天内市只蒸发136亿 珍珍是催灭大欲生吼影视古斗三斗 而直接跌停的两家公司 一家是范冰冰为大股东的唐德影视 另一家就是冯小刚所属的华裔兄弟 而这背后还牵扯到冯小刚跟华裔兄弟的对赌协议 2015年华裔兄弟以10.5亿元收购 东阳美拉的股东冯小刚和陆国强和记持有的70%的股权 收购完成之后 华裔兄弟持有东阳美拉70%的股权 冯小刚持有30%的股权 在次次收购中 华裔兄弟与东阳美拉约定了5年总计6.75亿元的业对赌协议 2016年度承诺的业绩目标位 目标公司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自2017年度起 每个年度的业绩目标位 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长15% 如果没能完成相应目标 冯小刚将必须以现金补足差额 从华裔兄弟的年报来看 2016和2017两年东阳美拉实现的净利润 都只是刚刚达到业绩承诺的标准线而已 毕竟我不是潘金莲和发华的票房都普普通通 而这次的手机2被崔勇一元如此安在地上摩擦 能不能顺利拍摄 现在都难说 更不要说就算上映了也势必会遭到不少人的抵制 冯小刚此刻大概真的在为这回能不能完成对赌而冒汗吧 对于冯小刚的打击 崔勇一元力求多角度全方位 从电影事业到个人生活一个都不能少 今天他就在微博泡出冯小刚的两套美国豪宅 内涵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生财之道 是的 就算小刚炮这次莫不作声 崔勇一元也一样能费他半管血 因为事情越闹越大 而处在暴风眼的崔勇一元也一点一点地放料 几乎每个一天都有心刮工大家平常 而上一次我们扒过了崔勇一元之前作为电影大轰炸 艺术指导手中握住不少该电影的合同 所以吃瓜群众自然把视线先聚焦在这部电影上 比如4天6千万的大小合同 由网友质疑是其中的演员陈道明 主要证据是时间线 2015年9月14日 陈道明还没有进大轰炸组 而到9月20日就杀青了 进足满打满算也就只有4-5天 基本符合爆料里所指的拍摄时间人选 不过崔勇一元对于这个猜测 在今天下午直接给予了否认 还顺手为陈道明的人评点了赞 而另一对涉及到的明星夫妇 就基本算是被崔提溜出来了 他先给出了迷面 这一对靠7.5亿阴阳合同 获得巨额利益的演员夫妇 既是演员也是负责宣发 从通稿看 杨子公司的却是负责了影片的宣发 跟黄胜一一夫妻党之姿一同介入了大轰炸中 而当年黄胜一在奥斯卡红毯上的一系列抓马 就给该骗怒刷了一波存在 所以持瓜群众怀疑是夫妇里 因为和联手宣传也不是没有根据 今天下午崔永元开DN4记者发布会时 直接爆料自己受到了来自杨子一方的死亡威胁 天蝶战骗又升级为警匪骗了这事 另外崔永元还加料三项 表示7.5亿里将近1亿用在以下三个地方 一大清相国含三平3000瓦监制合同 二中南保镖里连结5500瓦预排档期的合同 其实里连结不知情 3. 郁明被抢住后出资1200瓦购买 网友文风而动立刻攻陷了杨子的微博评论区 质疑他此举事对号入座不打自招 杨子在一小时后发出声明 主动逐一对崔永元的爆料给予回音 1. 否认托人带话也否认了7.5亿阴阳合同 2. 认领了崔提道的两部屑大清相国中南保镖 但澄清虽然拥有版权并但投资早已退回 3. 预名取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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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毫不知情 综合各方说法 阴阳合同的确确是存在的 而他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至于到底是不是杨子谦的崔永元这边的口风 听起来是没在怕的 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崔永元还会不断放调 毕竟有一抽屉的合同可以分享 这摆明了是一场矿日持久的战斗 做过记者的崔永元深谙传播之道 懂得怎样维持事件的热度 也通小舆论发酵节奏 搞一个大事情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不是难事 不管打击面扩张到什么地步 从来没有像他道过千的冯小刚 才是他自始至终的第一目标 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屑讨一个道歉了 他只是要出一口恶气 什么时候把冯小刚的心到位了 他才会灰一灰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为了复仇 就算以一计之力跟整个行业对抗 也在所不辞 崔永元的这一波操作 其实拍成电影 一定也是戏剧张力十足的吧 当年同样遭遇影射的 和金今天这一席话 作为旁白再适合不过了 第一句可以作为电影开始的映入 第二句可以作为电影结束的结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